大家好,我是Ivan,今天想帶大家去看一間中菜廳 這間中菜廳就厲害了,我不敢去全香港最好吃的中菜 但如果大家要給一個排名給分,即是做一個訪問街訪的話 它其實一定是在三甲裡面,即是差不多,它敢認第二也沒有人敢認第一 相信有些觀眾看到螢光網這張照片,其實已經猜到是哪一間餐廳 沒錯,就是位於中環四季酒店的中菜廳龍景軒 他們是連續14年獲得三星的殊榮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四季酒店Argo他們的自助早餐和酒店房型 如果大家未看的話,可以按一按右上的連結去看 另外,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資訊有興趣的話,也不妨可以多點留意我的頻道 我們說回今天想介紹的龍景軒 就還新讀 float,即是出了命數一數以難补現 如果是想坐海景位,就更加難补現 那一日吃飯的那一日就是一個平日的V-Day 當日主要都是點心為主,大家就可以看看點心 retail 不過各位觀眾需要留意,龍景軒總共有四款點心 menu 一個星期會轉一次,所以今天大家見到的點心未必是你們吃的時候遇到的點心 看看點心的價錢,由七十多元起到九十九元左右 價錢方面又不是太貴,相比之前我介紹過的另一家米芝蓮中賽 米芝蓮一星下宮來說,他們的價錢相約,只不過龍景軒稍微距了一點點,但也不是差很遠 下單之後,職員會送上一個所謂的開胃前菜和清茶給你 這個前菜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類似四喜烤夫那一類的開胃小菜 這麼快下單的點心就到了,我們在面前就有燒賣和菜旁蟹肉龍蝦餃 燒賣我試過覺得味道是正常,都算好吃的,但值不值得給100元3顆,我就有少許保留 另外那一類的菜旁蟹肉龍蝦餃皮屬於比較薄那一種,薄薄的皮屬 切開後,大家可以看到餡是很澎湃的,燒賣一點點,還會看到清晰的蟹肉絲 不過味道方面,我就略嫌平淡了一點點 接下來的兩款點心,分別就是這個XO醬栗子燒鵝盞,和松子叉燒菠蘿包 這個XO醬栗子燒鵝盞,做法比較複雜一點點 其實它本身有一個餅底,好像蛋撻的餅底 然後再用XO醬煮過的鵝肉放在表面 我自己覺得它的口感和味道都蠻特別的 如果大家平時喜歡吃創新的粵菜,不妨可以試一試 接下來要說的這款點心,就是這個松子叉燒菠蘿包 說起這款點心,就不得不提添好運 因為添好運的老闆,曾經就是龍景軒點心部的主廚 所以有一段時期,他們的脆皮叉燒包是非常好吃的 當然最近就差了一點點 這一款的松子菠蘿叉燒包就是和脆皮叉燒包一樣 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切下去是有脆皮的聲音 而且除了脆皮之外,它的餡料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個人是覺得當日吃過最好吃的一款點心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這一款蝦餃 叫做筍尖鮮蝦餃 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歡吃蝦餃 所以要求都比較高一點點 這一款蝦餃,你真的很難去批評它任何東西 大家看到它的皮是很薄的 我剛才稍微輕輕一刮,它的皮已經穿了 絕對是一個皮薄餡美的蝦餃 如果你說要雞蛋裡面挑骨頭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的蝦味略嫌有少少不足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款點心就是蒜蓉蝦春卷 我自己覺得是稍微普通的一點點 不是說不好吃的,它也是屬於好吃的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看它的碟 其實他們在廚房炸東西都很考究 看到沒有任何的油益在這碟上面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的另一個招牌菜 這個圓隻鮑魚雞粒酥 這個鮑魚酥的話 大家應該都知道鮑魚酥是屬於Fusion菜 但是這個鮑魚酥我是覺得非常滿意的 它的鮑魚是非常好吃的 皮也是脆的,不是為了做而做的 我當日試過的點心其實已經差不多講完了 不過我另外也點了一些主餐牌上面的小菜小炒 例如大家現在看到的這款是一個拼盤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款應該是一個廚師精算的拼盤 一位的份量 特別要提一下它的魚豬 左手邊的魚豬是非常非常好吃 平日午餐的餐牌都是以點心為主 比較難捱到一些小菜或者整碟的魚豬 所以當日幸運的廚師評判是有這款的魚豬 我們試過都是非常脆和有肉味的 即使拼盤裡面另外兩款看起來可能比較普通 但原來切開也有驚喜 譬如中間那款就這樣看外表 你會以為它是一個春卷 剛才我們也試過春卷 但當我切開的時候 就發現它不是餐牌上面的那款春卷 裡面是一些蟹肉絲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芝士蟹肉的餡 挺特別的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這款是一個蝦球帶子炒麵 上桌的時候我沒有拍照 所以現在看到在碟上已經分好了 上了碟我拿了一些菜 把自己的份量在碟上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蝦球也挺大 而且它這些海鮮也很有鮮味 最特別是炒麵本身做不到脆餅底 我們在下單的時候和時刑溝通過 他們特意安排 可以照顧客的要求 煮到我們想要的口味的麵 做了一個脆麵 看完煮食的話 我們就讓我們看看甜品 第一個出場的這款甜品 就是一個免費贈送的甜品 這個拼盤包括一件桂花糕 還有一個奶黃的餅 這個餅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它好像人家奶黃月餅一樣的口味 而且是外脆內軟 即使隔著螢幕也看得很清楚 至於另外兩款我們下單的甜品 味道比較普通一點 反而我自己覺得不及鎮送的甜品那麼好吃 食物方面我就說完了 現在我就想說一下它們的服務質素 今時今日在香港的大部分的餐廳 都會收取所謂的家一服務費 但很多時候都可能是服務一般 甚至是沒有什麼服務 這一層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了 因為在外國 例如英國為例 即使在一些fine dining的餐廳 它們都不收取家一服務費 除非是六位以上的客人才會收到家一服務費 龍景軒是少數我覺得真的值得給家一服務費 甚至可能我會想給多個家一 因為它們的服務態度真的非常好 例如在下單的時候 時應會主動詢問客人有哪方面的敏感 然後廚師煮食的時候便會避免下那種材料 而且可以因應客人想吃的口味稍微調一些菜單 然後它們亦都會有一些所謂的 針茶遞水 我不是說真的不斷給你一個茶壺自己針那種 而的確每喝完一杯茶他們就會幫你針茶 我暫時去過這麼多所謂的貴架餐廳吃東西 都未遇到一間服務客度那麼好 另外也要提一提他們的茶 我們當日去喝茶的時候 就是選了一款叫沉皮普利 普利就很香好喝 問回適應才知道 原來他們的茶是由一間茶行特意供應的 不是說大老貨來的 所以那些茶葉都特別好喝 相比起之前我試過的另一間 米之連一星的下工來說 他們的茶葉就好喝很多 我沒有記錯兩間我都是叫普利尼喝的 但是四季龍景軒的茶就好喝很多 總結來說 四季龍景軒的食物水平是非常之高 這條片裏我試過的每一款食物 沒有一款我是覺得不適合或不好吃的 它的味道即使沒有那麼好吃 都仍然比起坊間的中菜高一折水平 如果各位觀眾喜歡吃粵菜 又對粵菜有一定的要求的話 我強烈推薦大家來試一試龍景軒 相信它不會令大家失望 不過大家記得要提前預約卜位 因為它的位置十分搶手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